大家晚安 六月底台湾跟中国马亚政府 跟中国北京政府签订了福贸协议 哎 头到今天整社会都在教都在马 现在出现了一个可能的转机 那四个字叫做 以拖待变 哪个变 辩论的变 有没有可能两党主席 苏贞昌跟马英九变了以后 社会就了解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不可能 一起来给各位介绍现场视频来宾 第一位正常的教授 罗智震 最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前民党副秘署长 我们的刘文雄 大家好 资深公益人士张旭中 各位兄弟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翁水町 大家好 再来港湾资深媒体人 我们的钟梁晃 主持人郭北洋晴大家好 是 各位朋友 立法院九月就要开议 六月底就签的福贸协议 到现在还没有省 那么面对媒体民调支持 马总统和苏贞昌两党 这两人主席来辩论的结果 听来说 马英九和苏贞昌两个人 还有总统府民进党 他们分别怎么回应呢 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 我们先答应了 都答应了 都早就答应了 那个我们第一时间 这个 忠实来问我们 我们就答应了 那时间地点有敲定吗 由哪一个媒体来 我们会再来跟 相关的人员协商出一个 合适的方法 我们都愿意配合 借由公开辩论 让曾里叶叶叶明 所以辩论是好事 只怕马总统不敢 我们的态度就是 来促成辩论 那尽量不要去 在辩论都还没开始前 就去创造很多门槛 如果说对辩论 觉得有新促成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可以 把就是态度可以放得更开放一点 那怎么样举办的方式 去尊重媒体 马英九才应该要大气 你谈了64的内容跟过程 都把人家蒙在鼓里 当黑箱作业 在辩论上面 资讯是不对等的 而且马总统现在 名义满意度只有13% 人家愿意跟他辩论 他应该要觉得满意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那这20年一路走来 要辩论就要符合国人期待 赶快把符貌 让国人能够了解 我也要好好准备 希望这一个辩论能达到 国人期待的目的 为了让辩论顺利举办 总统府方面 勉强同意 苏主席的这两个条件 那此外我们也希望 苏贞昌主席 不要再制造新的辩论门槛障碍 这样才能够符合民众 对于双方顺利辩论的期待 在野党主席 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用透过边的形式 来跟国人做报告 那反而他这时候应该 敏感五内才对 不应该再见缝插针 好像去强调在野党 挑剔什么东西 好 各位朋友 马英九笑眉眉回应记者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时间 忠实来问的时候 我们就答应了 不过中文一句话说 好事多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到底谁要说谢谢 还有马英九 照民进党的公话 就是在野党愿意跟你辩论 你应该是敏感五内 我们在里面就有两位媒体人 连晃马英九很欢迎 每天第一时间来购买 我们就答应了 恭喜大家 辩论其实也是好事 不过答应的这么快 怎么进行 还有为什么这么快就敲定了 辩论是好事 可是服贸协议这个事情 不是由马英九跟苏贞昌 两个人辩论就可以解决的 我有个理由 第一他们两个没有办法了解 全部的服贸的内容 连研究这个议题 很久的台大经济系主任郑秀林 我在上个礼拜访问他的时候 他都说有些产业 他其实比较涉及比较专业的部分 他也不敢讲说到底是会怎么样 所以这两个人 他不可能去了解所有的几十个产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服贸协议这个事情 影响是大概是全台湾 差不多是台湾所有的人都受到影响 他们两个人没法代表台湾人 没办法代表又没办法说明 马英九为什么喜之之 对 有一句话大家都听过 叫做真理越变越明 在某种程度上 我不太相信政治人物的辩论 会把真理越变越明 因为根据我们以往看过 很多政治人物的之间的互相辩论 通常是真理越变越模糊 那马英九为什么答应 当然有他的盘算 他现在说得很难 只剩13%而已 死猪不怕滚水烫 他民调再往下掉也是有限了 差不多已经触底了 所以他现在当然是希望 透过辩论 能够把他这个颓势 很低迷的声势 已经低迷了一两年的声势 把他稍微拉回来一点点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服贸本来是一个超越蓝绿的议题 因为他影响层次蓝的绿的都有 马英九如果透过这个辩论 很成功的去把它操作 变成蓝绿对决的议题的话 这个对马英九其实是有利的 而且这场辩论怎么来的 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因为我越看这个民调数字 我觉得越奇怪 这个温望忠实做的民调 不支持的有4成5 支持的只有3成1 但是却有6成3 赞成两个人辩论 不支持服贸协议 对不支持的 不支持服贸协议 有4成5 45%的人是不支持服贸协议 只有31%的人是支持的 但是支持他们两个人辩论 却高达63% 大家不觉得这个数字很奇怪吗 我都已经反对了 你们变不变得 关我什么事 我都已经不支持了 你变不变不关我的事 所以我不晓得 因为这个民调做出来 我认为支持辩论的比例高到离谱 然后呢 因为我们媒体出声 我看新闻比较仔细 同一天的民调的相关的配套的一个子新闻里面 马上总统府就同一 几乎是同步的说乐观其成 所以我请问大家 到底是先有辩论才有民调 还是先有民调才有辩论 我了解你意思 你意思说马英九在算计 然后有人被媒体设计 但是我要问就是 其实马英九大学听说是辩论式的 上次跟小英变ACFA 好像因为资讯的关系 可能他也没有输掉 所以我如果是总统 我如果是主席 我是马英九 我真的我也立刻答应 其实我觉得辩论有两块 如果说今天辩论的输赢 或结果会影响到福茉一包签的话 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可是如果说辩论完之后 他照签 照给你通过之后 那这辩论有什么意义 如果这个辩论是在台湾去谈判之前 在最后要签之前来辩论 那我就意义又不一样了 另外一个 其实上次FIR 或者是未来的辩论 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总统 愿不愿意开诚不公 而且讲实话 如果今天一个总统 在这个辩论当中 用一些错误的资讯 偏颇的资讯 不愿意给人民正确的一个 判断的标准的话 那这个辩论有没有意义 其实刚才林煌讲得很好 一个13%的总统 再怎么换也是顶多到个位数 差别几个百分点 它已经没差了 可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就是说 今天辩论的目的是何在 是要让我们看到 福茂真正对台湾的冲击吗 那我认为两个小时的辩论 也辩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而且刚才提到了 很多产业不是连经济学 都不见完全了解 它如何辩得出来 所以立法院 坦白讲才是主战场 立法院在未来好几场的公丁会 各个产业的代表会参加 然后把他们产业所面临的问题 跟担心的面向 摊开阳光下 所以辩论可能只是一个效果 会让大家看到大的东西 但真正要看实际 可能要到立法院 这个主战场才是重点 看这样子还没有开始辩论 似乎民间的声音 就开始有一点点反对的声音出来 你感觉社会怎么来看 两党主席要来辩论这件事 这个我暂时黏黄所说的 这个民调我感觉稍微怪怪 看起来 这有跟我们平常的 这个民调数字不太一样 为什么 4成5的民众不支持福茂协议 可是有6成3占这两个人辩论 这个好奇怪 既然有4成5 他已经反对了 他干嘛又去 有这么高的比率去支持你呢 所以我觉得更奇怪的是 我好久没有看到马英九 笑得那么灿烂了 你知道吗 对啊 你没感觉 你没感觉眼带很深就算了 比平常都 怎么突然间笑得那么开心 还主动跟媒体讲说 我第一个同意的 我第一个提出来同意 再说一句 他治国总统府这两天的反应 跟马英九反应 这两 不要说五年 从去年年任到现在 这两年如果有用这种心态 速度跟那个态度来治国的话 我们大家都不会这么艰苦 对吧 那请问你为什么马英九那么开心 很简单嘛 因为这对一个13%的总统绝对有利 那除了绝对有利以外呢 还有就是说 他说到一个重点 包括罗志强 他们在来 还在销售 索尽冲和民进党说 你们就不让四报社 一个中央社 这样问问题嘛 对不对 希望你们不要再变 我还会报告啦 那是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媒体也好啦 社会人士做代表给你发问也好啦 没效啦 为什么呢 一样嘛 刚刚年黄有提到嘛 一样嘛 当年马英九何尝 我们不是人家下面在问你问题嘛 对不对 633做不到捐一百薪水 OK吗 没问题 没问题在哪里啊 有个屁用啊 开了一大堆黄牛支票 开了一大堆空投支票 开了一大堆 所以呢 讲难听一点啊 不是说不要让人家发问 一定说一定就怎样啦 可是问题是 发问了以后 所讲的是一个错误 甚至于是个谎言 有个屁用啊 文庸兄 我们就从政治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是有点稀窍的 因为第一个 辩论完 大家都讲 辩论有输赢嘛 照道理讲啊 那输的人就服从赢的人 所以呢 如果是立法院决定 如果假设 苏贞昌变赢了 是不是福贸就不签了 或者不必审了 马英九就放弃了 有没有可能 这个是输赢已经决定了啦 赢的就是执政党嘛 输的就是在野党嘛 为什么呢 这是来解决 现在政治第一名的 马英九的政府的一个议题嘛 未变先赢 已经赢啦 因为为什么 我们现在讲 为什么这个题目是中时提出来的 中时对大陆议题始终是很关心的 他自己也有一个专门的杂志 专门的媒体在望报 专门在报大陆的事情 然后他的老板当然也对大陆是 相对是比较亲的 报大陆的是吗 相关的 OK 我也听成腿 不是报大陆的腿 是报大力的事 报大腿也正常啦 所以你不 就报大腿也表示说他在倾向他嘛 亲近他了 那我们必须讲说 这个福茂 假如辩论是那么重要 那请问国事会议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答应呢 对啊 我简单讲嘛 马英九如果愿意为福茂来负责任 说摊开来给大家检验 那你为什么不国事会议更快呢 我说实话 这个各位可以请看看张志军在那一天 签福茂协议的时候他讲什么话 他说我们这个层面之广 这个深度之深 是前所未有了 什么原因 不是他要的 是台湾政府这边要的嘛 那台湾政府谁去谈的 我们不晓得 你包括王玉琪也不懂 包括我们林中生也不懂 所以为什么签回来以后 大家一阵哗然 是说你通常没跟我们谈 你就签了 签什么东西 所以我说这一次的辩论 是非也没有了 只有输赢 那输赢谁呢 赢的就是执政党 输的就是在野党 那在野党是谁 就是输的真商嘛 赢的就是马英九 是 徐总统 你照过去来看 既然落实 这一次 几乎每一个都百中 两党主席辩论 基辰如何 从公共政策辩论本来是好事 是啊 刚刚我同意在座的先拜讲的 你要看马英九 好久没有这么从容的笑容 如果今天从我一个选民来看 胜负已定 苏贞昌主席要很小心 因为你也当过行政院长 他今天如果问你说 包括何事案在内 你那时候的价值跟方向立场 是什么时候 我相信他应该 我讲的东西 他应该早就已经盘算好了 他为什么笑得那么灿烂 这里已经不是技巧 跟政策内容的辩论 是你这个党的主席的价值跟方向 如果假设你这个党的价值跟方向 没有话 他吃你的豆腐吃定你了 因为你当过行政院长 包括前主席小英主席当副院长 你们当初推动合适的政策是什么 他辽罗执掌 所以为什么他笑得那么灿烂 我的解读是这样 第二个部分 从制度面来看 待遇政治 本来就应该在立法院 怎么这个时候在辩论 所以我觉得刚刚各位看到他们讲话 我特别注意他们讲话 你看马英九从来 避之媒体都不来不及了 你看 我说不错 说不错 你属于说服务贸 九月要审 如果输赢可以决定的话 那应该可以决定九月审不审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根本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 主席刚刚 我觉得苏正江主席你看 两个你看他们谈话的内容来讲 大家应该有感觉 我现在不是在公送的 从这里来看 我更希望看到 民主进步党 那个在于党 既然你答应辩论 你的隔壁 你的方向就对 即使以前做错了 公开承认 都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那可不可以把 现在服务其实 台大郑一市主任 郑主任郑秀琳 之前就已经跟行政院长共 你随便找任何一个人 没关系 专家对专家 我来跟你辩 他不干嘛 不干 好 现在媒体不提问 可不可以双方各找专家 来针对两个人来提问 找专家 找学者 找产业界的代表 不可以这个样子吗 刚刚主持人你问的好 我觉得刚刚如果主席 这样的那个应该 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 这方面的专家嘛 两个都是法律人啊 他们顶多是在党主席的 这个高度上 谈一个方向而已 实质内容应该 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辩论 我意思是说 现在看起来声明要煮成熟饭 不能这个样子吗 因为如果真的找专家 我担心这问帅问题 他们两个还不知道怎么答 因为这个很专业的问题 所以他基本上是谈了大的东西 那我认为马银九只有一个做法 他不断的贴标签说 民进党就锁国锁国锁国 过去几年就这样子 因为他还是谈这个东西嘛 因为这两个主席 要谈那么细的贸易谈判 协议东西不太容易 但是还是回到一个点 辩论的目的在干什么 很简单嘛 希望把原来赞成的变反对嘛 他反对的变赞成嘛 那我们有个问题 现在是反对多还赞成的多 反对的多耶 所以 所以嘛 反对多变赞成 那不是很怪吗 反对要赞成辩论 我是所以马银九 那因为马银九现在赞成的是少数嘛 所以他只要努力 就有可能把原来赞成的变反 反对的变赞成嘛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辩论 对马银九当然是加分的 所以反对的人多嘛 对不对 六成五反对嘛 可是呢 四成五反对嘛 四成五反对 可是六成五却需要辩论 这个很奇怪的 那个说法就对了 结果就是说 其实啊 这个问题太复杂 用最简单的方式讲 当然你可以去办什么 50场100场的公厅会 各办各个各去解释 我都没有意见 那主战场由立法院立法委员 他们去办公厅会 各行各业来讲就对了 这个其实很简单 胡帽不用讲的那么困难 从他们自己讲的 准备高百五十年的预算 准备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亏损要贴补 这样就好了 我说坦白了嘛 就是至少有952亿的亏损 我说坦白了啦 对台湾最大的 至少会有影响到 950亿的 所以 说得不好听的 这950亿的 在台湾走不去的人 我说坦白就是这样 各行各业 各千万人你都走不去 你都会影响到 可是 真正造福图利的那些人 却是有能力到中国 去开锅营 去投资什么有的 你考虑 少数财团跟台商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定调嘛 所以你跟他去承认 本身就是各自表述 他使用一定 跟开一大堆的机票 跟Expo一样嘛 不实现 没关系 我只负责变 我只负责讲 我不负责实现 各位民主 我举一个可能更糟糕的例子 大家在生活经验嘛 有人是先擦屁股再大便嘛 他刘友已经签了 现在给你办说明会 现在要来办辩论 都很好 所有这些 照道理讲应该是 我辩论完以后 我资讯充分以后 我做民调 然后呢 我最后再来决定 要不要签 可是现在完全倒过来 所以说马英九 如果说变得可能你会贪到 给你共许 但是台湾人可能会倒霉 我们这段先到这 小小姐 我继续 谢谢 各位朋友 两岸服务协议 给它签入 对我们台湾服务业 冲刺是很大 还是很小 还有待观察 到是星期五 今年度的工资审议委员会 就要召开了 基本工资的月薪 和时薪 会不会增加 我们来看看 今天没力 怎么报道 来 基本工资 后天审议 恐怕只调时薪 基本工资 审议后天登场 根据了解 因为今年经济情势 仍然陷于胶着 月薪倾向维持 19,047元 但是去年已经决议的时薪 明年调到115元 渴望调上到115元 全产种标喜工 韩国今年经济成长也不好 但是该国最近仍然宣布了 7月起调高基本工资 7.2% 最低时薪调高到 新台币差不多136元 月薪就是差不多 新台币2.9万元 我想请教一下 徐东兄 其实 胡马拉签下去 这个基本工资恐怕还得降 不过不管怎么讲 韩国已经跟你说 我今年7月起要调 明年来7月起要调 7.2% 人家情况照样不差 为什么他们调7.2% 我们不能调 我先讲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今天要来之前 中刚一个老干部找我 因为他是基本公益省议委员会 他在跟我谈话的时候 接到老委会的电话 如果要开会的时候 先到坐到南港 南港 灾难馆 老委会派车 接到汐止 他们的附属单位 老委会的附属单位 听到这种 过去基本工资都在老委会开 所以所有的媒体都在那边争相报道 今天什么 老委会在耍技术性的东西 他不是真的去了解说 基本公资到底对台湾的老港 影响是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数字之外 我先 与其谈基本公资我问你 各位都知道 今天我如果媒体没有报座 高铁涨价涨定了 10月要涨定了 油价他们那样涨定了 各位知道也涨定了 电价也涨定了 家族现在一趟 共资要1000块 对台百几块1000块 是 我们的基本实质薪资 倒退到16年 那我想请问 我们要 这两个数字要连开看 你如果单独说 基本工资说 19047不是大家都有吗 你现在是在说什么人 如果大家都有 想要再争19047还是22K 还是2万6 假设今天 谈基本工资 大家没有把现实的生活状况 摆进来看 谈基本工资那个数目字 19多22多26多 没有意义啊 是 我现在是说 油价要去 电价要去 高铁要去 不过 唯一公母令人没影响 高铁你去2500 因为他们出差 才有最领2500 刚才没有 两桿也变2500 有没有 大桿小桿都照顶 是 我们在做 马上加200几块 我看来学生说 哈要涨价 我听到学生啊 他去买港来台北吃饭 夭壽这样去 200倍 你也没记得 台台学生 过去从台大校会 开交通车开到 法学院 青岛东路 加7块 学生就说了 7块 7块对一些人 有什么影响 所以今天说基本工作 第一个 大家有制度 不造制度 第二个 康乃尔大学 勞资关系毕业的 潘世伟先生 潘世伟先生 今天张病夫告诉我说 当初你很自豪 有两个练到博士的 还站在劳工这边了 因为他曾经当过 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 在林汇官 前理事长时代 今天做到博会 你现在看 过去他冲 王鲁宣冲到楼台 王鲁宣怎么 大家回想一下 不是为了基本工资吗 没错 就是19047不是吗 后来 17有没有涨 有啊 19047涨得莫名其妙 将一话上来 在我们这些搞工人 他这个时候怎么宣布 涨基本工资 还塑及既往 从来也没有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觉得 今天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里面 完全没有起心动念 站在基层的劳工 或是大家 这些所谓的探贼人 的心事里面 所以今天19047 你各位看看 现在一万空 我你说 现在两间公司 中华电信 中华 这两个台湾 最后有名的美丽 探质的公司 他们都用 围外人员都超过7000个人 听得清楚 那这两间 我想记这两间 这探质的公司 都做这种要求工作 表面都说 我有社会政练 敦经募灵 结果你看看 北厦边 做十多年二十年 同样 劳机法都没适用 那我请问 基本港主队有什么保障吗 有的人 领不到19047 所以今天 各位看到新闻 如果假设从 油电价涨价 所有的名声都涨价 照到底提到22K 有什么错吗 请问有什么错吗 那我要问一下 如果卡斯公提高到19047 时薪调到115 你那不行 那我想请问 当高铁涨价280块的时候 公务人员 从以前到现在 是不是马上做 他完全没有影响啊 完全实质补贴啊 请问那个钱是谁的 不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吗 所以今天 拿到我们的钱做阿哥 做生死的款 结果 照顾基本生活 台独所探借的人 你说这做不败 这也做不败 做不败 我只提醒大家 王鲁涓小姐 虽然是女人 比这些大部卡有拼 是 所以你不想去1904清 是 我没再说 女人我会做 人家真的不爱做 是 你现在看这个主委 黎要开灰 做这个小动作 说如果关机那增加 大家有时间说 罗主委说 你相信吗 你相信现在这个主委 说的话吗 所以今天 他不是放在政策来用 跟大堆的社会发展 他是放在说 我要用这些记卡 让这个东西 新闻记者比较差 让你比较没机会 把我捏包 是 基本上要什么新闻记者 是 所以我如果站在来 一个工会文 我现在要是一个工会的理事长 我要说 今天我觉得 去年22K 是最基本的 我觉得去到22K 这些工会团队都说过了 刚刚好而已 是 刚刚好而已 我要把台湾 不管你老的 年轻的 中年的 唯起一个基本尊严 一个月2万2千块 我不会说1904清 是 请问有过分吗 有过分吗 如果有过分 如果加上一年 要拿800几亿 将近1000亿 保陀18% 保陀公务灵产 全世界的公务灵产 包括美国债来 都可以无薪消责 都没头脑 全部破散 请问 我们连高天起床 他也照相 公务灵产都照相 都没了到半角 不痛不痒 请问 国家的义生 到底主人是什么人 是 主人是什么人 开开我们的 是 开都开我们的 结果相守都在相守 是 所以今天 基本工作这件事 可以看到这个 建务的态度 是 各位朋友 刚才说 其实 简单说一句话 有很多制度性的特权 在台湾是横行无阻 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状况 前一阵子 因为大谱 缘无保留的承诺跳票 被舆论骂到臭头的副总统吴敦义 前两天又因为他女儿带小孩出国旅游 机场要临时赶办护照 被媒体批评 没有特权 怎么可能办得成 究竟怎么一回事 大家来看下面的报道 我会跟小孩吵架比较多 不是跟先生吵架比较多 她是吴子安 副总统吴敦义的独生女 清零传出 跟先生不合 离家出走 吴子安出面回应 没想到这回又出现负面新闻 周五吴子安带着儿子一行六人 要去搏留度假 没想到到机场才发现 儿子的护照效期不够 上午11点紧急找上外交部 领事事务局桃园机场办事处赶建 付了900块极建费 12点拿到新护照 等于一小时赶办出来 但还是让同机150名旅客 在飞机上空等11分钟 全家出去小孩子不可能留在家里 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协助他 我们接受他申请件 他才表明身份说 他们那个跟副总统的关系这样子 我们一般一个月大概是四五件 外交部说是应急辩明才敢办 但民进党立委不以为然 全机的人就等着你这个金孙 然后延误了所有人的行程 那么这样的特权 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事件 我们会希望外交部一定要彻查 对女儿敢办护照被质疑 副总统办公室表示 我敦意周五有下乡行程 不知道发生这件事 如果因为补办造成旅客延误 副总统办公室表示歉意 无独有偶 今年七月日本天皇夫妇 在前往搭乘新干线途中 因为顾虑到交通安全 车队让拖车先行 造成新干线延误两分钟 日本天皇不仅道歉 还下令以后提早出门 对照副总统女儿机场赶办护照 还造成飞机延误11分钟 更显得讽刺 来 自动书我们就问一下 第一个 如果不是无吨义的金孙 护照可以在一个小时 26分钟之内办完吗 第二个 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不是无吨义的金孙 有可能飞机特地延11分钟 几分钟不是重点 正常情况是假 可能延吗 就算你办 飞机可能延吗 如果不是无吨义的话 其实我自己在外交部待过 就是说外交部 那么快的有效率的方式 一个小时就可以办到护照 的确是非常了不起 不过从一个现实面来看 我很难想象说 外交部的人不知道 这是吴副总统的女儿 跟他的孙子 因为第一时间 他自己也讲了 这个副总统女儿也讲了 他打电话给副总统办公室 希望来协助 那到底有没有跟外交部讲 这是一个问号 那外交部说 第一时间没有收到 所以不知道 然后来看了身份证才知道 这是副总统的女儿 办完以后才知道 对或说他妈妈拿出护照 护照跟身份证来看了之后 才知道 我副总统女儿 坦白讲我不太相信 所以这个问题 重点还是要点就是说 有没有人说谎 是副总统办公室说谎 还是外交部说谎 然后为了为什么 我圆这个谎呢 很简单嘛 因为怕你们骂我特权嘛 那既然怕你们骂 表示我是特权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这一个小时能够把这个 护照办出来 我不知道多少国人 可以享受到同等 这么有效率的外交部的服务 那当然有提到啦 因为这个办完之后 外交部人都陪同 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女儿跟孙女 就赶到这个 这个登记门 这个有没有履育通关啊 如果没有外交部的协助的话 有没有那么快 能够赶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事实上啊 有副总统的女儿 有这样的特权 其实坦白讲啦 在外交部的运作上 也满正常的啦 但是没必要说谎啊 所以今天要不知道 然后这是一般的方式 一般国人也可以领 如果一般国人可以办的话 那外交部为什么急着 把外交部网站里面 本来说机场柜台 不能办护照这东西 把它拿掉 这不是作者的心虚吗 我的看法是 另外一个角度 这么反过来讲 你记不记得 那个基隆人 对不对 文雄雄 张通龙能够把那个 警察局局长等等 K一顿 那不是因为他是 基隆市长吗 我要讲究做 但不是替外交部讲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吴敦义办公室 有没有发挥副总统的威力 当然有啦 这个说没有都骗人 这些都说谎 我说实话 吴敦义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呢 如果说谎啊 能够判刑的话 这里面 吴敦大概要判很多人判刑 我想一个女儿 我说实话 女儿都会跟妈妈通电话的 糟糕 妈妈 我儿子出问题 你赶快帮我办一下 所以吴敦都比较臭屁 但平安讲 我觉得外交部动作 你们这外交部动作太慢了 怎么办一小时二十六分钟呢 应该二十六分钟就办完了 结果如果没有特权 那个飞机会等你吗 是 所以还会等你check in吗 不可能 已经closed了嘛 我想各位都有经验了 通常等这钱办上一小时就断掉了 对 因此我要问的就是说 吴敦办公室除了跟他讲办护照以外 有啦 那不是 除了这个以外 有啦 飞机还要等 都有都有 我讲包括check in 包括后来都查出来 就是说你的行李上飞机都慢了 所以你到飞机门口也慢了嘛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包容 刚才都包容说 慢十几分钟算什么 坐飞机上等个三十分钟也有过嘛 只是说如果照一般情况 你不是无腹的家人的话 那个check in已经closed了 对 那个进关已经closed了 没有了 你下一班了 check in closed什么叫做开大门 另外给你开大门 所以这个都是不要骗人 这绝对有特权 因为在台湾这个特权 已经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你就是副总统嘛 本来就给你特权了 但是你不要说谎 是 对不对 不要说我的护照上面 没有写他的外公是谁 你实在 太过了 你了不起说 我这女人以后 这个实在不应该 出国要怎么样 你讲这段就好了 然后你也同时谢谢 这个外交部对我特别礼遇 你讲这样 大家听得下去吗 那外交部是不是真的那么坏 没有 我刚才讲说我们的例子 在国外护照掉了 很快就办好 我女儿就是这个例子 而且她也没有说我的名字 我女儿也掉过 因为很快 在英国 我要特别讲一下 英国的一位代表很好 是 垂信的这个代表 非常感谢你 不然我女儿哭死了 我们在台湾 她在英国 那我们怎么办 来不及 所以说外交部很好 可是外交部真实表现不够好 为什么 26分钟就要办好 以后记得啊 第三个 我们这段先到这里 萧小姐 我们继续 谢谢 各位朋友 面对外界指责外交部 在机场帮 吴敦义的女儿 或者她的外甥 赶办护照是特权 吴敦义副总装 跟女儿吴子安 昨天面对媒体 也有回应 我们来听听 音声怎么讲的 他自己原来疏忽啦 要出国嘛 总的要先检查一下自己跟小孩的护照怎么样 子安的准备不够周延 那得到的可能是比较比一般国人印象当中 似乎高的这个效率 不平则鸣嘛 那我觉得 这个要虚心检讨 如果带给外交部这样一个 讲求效率 服务都一直在提升的 这个外交部 那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我了解是没有 就我了解 因为是用女婿的 这个 因为那个护照不会有写名字嘛 更不会写外主妇的名字嘛 所以我所了解是这样 我也没有通过电话 事前也都不知道 而是国内舆论踏罚 乌兹安24号晚间也紧急透过姑姑发简讯澄清 博士外界报导不时 他们下午1点15分 登机前11分钟就到达机舱 没有跑去逛免税店 都在等柜台消息 对于被打扰的爸妈感到不好意思 好 各位朋友 我们要检验的 除了是特权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不是登机特权 护照特权 而是说谎也有特权吗 我要问的是什么 来 年华 我要告诉大家 外交部领务局的机场办公室 为什么设在管制区里面 他如果是针对一般国人开放 他不应该设在管制区里面 因为我们没有登机认 你根本进不了管制区 所以他设在管制区的目的就是说 他服务的对象 其实是要入境到中华民国的旅客 包括外国人或是说 我们的国人出国要回来 万一护照发生什么状况 在那边可以处理 所以吴敦毅讲说 这个他女儿得到比一般人高的效率 错了 白贼一 不是比一般人高 是一般人根本没有这样的待遇 因为外交部网页写得很清楚 机场柜台不受理 零贵换理证照 我知道 今天有一位我们的前同业 在他脸书也讲说 我八年前跟吴子安的儿子一样的待遇 我要告诉这位同业 因为你也是名人 所以你也有特殊的待遇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待遇 这个道理非常清楚 另外呢 我认为这件事情 援误11分钟稍微事情 我们常常搭飞机的人都知道 援误半个小时都很常见 有时候塔台硬盲 这很正常 我也不觉得说 机上的乘客 援误11分钟会跳脚 我不认为 可是这件事情重点不在援误 吴敦毅连道歉都道歉错了 这重点大家想起 不是因为延误 重点是因为你用了特权 还吃别人豆腐 你没有用特权吗 吴子安承认他要打电话 到副总统办公室 但是吴子安第一时间 不是这样讲哦 吴子安第一天 他是说 我是打了外交部的紧急联络电话 叫我碰碰碰碰碰碰碰 吴子安你卡了不是碰碰碰碰 你的联络电话是另外一支 那是我们都不知道的联络电话 我不知道你是打到 副总统办公室 打给你的妈妈 还是打给你的爸爸 但是副总统办公室就有去 他说他们有接到吴子安的电话 但是呢 因为帮不上忙 就告诉吴子安说 我们帮不上忙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副总统有幕僚 这个知道 副总统女儿受困机场之后 帮不上忙就把他丢在机场 不理他 大家觉得合理吗 我不相信 副总统办公室的人 就把吴子安一个人 晾在机场 如果是这样的幕僚 绝对是被fired掉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能够有这么快的程序 别忘了 他的小孩未满14岁 是要拿户口名簿证本 或是户籍本 户籍本证本 户口名簿的引印本 对 那请问 谁出国会带户口名簿 谁会带户籍本出国 不可能啊 对啊 那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又26分钟 为基金通风到台北 来回 就差不多要这个时间啊 你竟然办得出来 这不是特权 这是什么 那你既然用了特权 你就承认 我觉得 白哲义 你又出来很诚恳 跟大家道歉说 这样的行为的确不对 以后我不会了 我也会 约束我的家人 这样不就没事了吗 用了特权 还要吃别人豆腐 搞到现在外交部领务局 现在也不晓怎么办啊 现在已经有网友纠团说 发动一万人 每个人到机场去换护照啊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 连说谎都有特权 我意思说 吴敦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水定 八月二十五号 吴敦宇接受媒体訪問的时候 事情已经发生了咧 我请问一下 水定 他的办公室 没有跟他报告 说 他女儿有透过副总统办公室 去操戴事情 这个礼拜是 台湾地骨做 六八六四大人 最痛苦的一个礼拜 你知道有什么吗 是 因为要留 孩子的学会 注册金 你知道吗 你要设计 你没有两个孩子 你要赚一百钱 是 伯伯是老伯 怎么会差这么多 你知道吗 差多少你知道吗 连今天的三星菜 也开八七一出来 你知道吗 这不知道有什么 这有什么都搞不清楚 他刚才说 吴敦宇办公室 到底在这个事件里面 有没有揭露 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好了 你 我 在座 跟电视机头上的观众朋友 你每个人出国的时候 有没有 发生一样的事情 你卡一张电队 跟外交报 记定的领事局 我还有什么事情 他会不会跑步 赶快就跑步过来 从头弄到尾里以后 还帮你划机位 弄行李 你整个这样 会不会 不会啊 如果会的话 我会扣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 副总统办公室 还交代了什么 除了敢办护照 飞机等下来 还有问题就是这样 我请教你 大家都搭过飞机啊 飞机半个小时前 我说话就跟你拐弄了 就把你让你有的飞机 航空公司更严格啊 一个半小时前 没有确认 对不起啊 你就不能进去了 我讲的是事实啊 对不对 台湾出国人 是一年是上千万 是谁 现在重点不是说 这个飞机有什么 扮装的飞机 有没有人下令这个飞机在那边等 很短短 一天一班去保留 我也去过了 是谁下令那个飞机在那边等啊 有人下令飞机要 有没有啊 没有在那边等 那飞机就起飞了 如果是其他的航空公司 你去美国去哪里 把你叫不叫不叫 时间没有进来的话 他就飞去了 他不会管你啊 你自己要去 因为还没有check in 所以行李不会上飞机 没有必要等 没错 我告诉各位啦 新委副总统 我们要说名人啊 好啦 有新闻地位啊 好啦 你有一些人家 要给你一些方便 是 通常我们生人就好 是 你要点点的这样就好 副总统和总统有什么得罪 这很多人都有 啊公务门啊 啊亲戚朋友 招公务门 很多啦 我都担败啦 但是这件事情 本来是一件小事情 是 你只要公开 公开 吴敦毅那天只要公开 跟记者讲到 刚才我开始 整整天都没什么记者 你只要跟公开 跟记者讲说 啊 拍謝 我女儿 他前面讲的是对的 我女儿疏失对吧 没有把孩子弄好 这是不对 然后呢 他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 如果因为这样造成大家 观感不好 我代表我女儿 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以后我叫她 以后不要 千万要注意 不就好了吗 是 台湾来的度量是非常宽的 你说嘛 他就想说 准确就确 你还要说一大堆 他要负责我的孙子 我的孙子 我负责的负责 上面没想说 他的外主婦是吴敦毅 我请教你一下嘛 如果外交部都不知道 外交部跟航空公司都不知道 他的外主婦是谁 今天会有这样的礼遇跟待遇吗 是 徐中兄 我好像没有听到 副总统吴敦毅讲说 其实我办公室 不应该打那个电话 没有听到啊 如果在公家机关 我一直对公家机关的文化 我觉得吴敦毅呈口舌之能 再一次印证 从海豚会转弯 到无星架式诺贝尔奖 到今天这个 他如果后面不加这一段 一个妈妈 最后暑假 要小朋友出不去 人家说台湾最动人的风景 就是人嘛 是 你觉得台湾人会觉得 一个老母子刚刚放他 对不对 后面加一句 他后面没声说 我英外公叫做吴敦毅 真的 你就脱皮疼 是 好 我现在讲到亲事 是 在关注想要有小李子 想要叫做方法 今天我方法在关注 我说我现在副总统 现在已经知道是 吴敦卡电网的外婆 他刚才问说 副总统 你敢有一个方法卡电网 说要办吗 你说会吗 我做36天的顾问 对吗 你这就是 拿奥 所以今天 这件事不 matter 华力不爱人情 我觉得他讲一句话 是我最热闻了 今天这件事情 如果从再一个反向来思考 外交部就要有这个效率 拿钱养你就算有这个效率 今天这件事情 与其骂吴敦毅 国交部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卫民服务 拿这个当标杆 就是这样就对了 所以你看多嚴重 吳敦義不道歉 變成這個樣子 各位朋友 既然吳敦義他們女兒子 還是外生在機場 可以臨時趕辦護照 許多民眾說我來歐陽 結果我們來看看 今天桃園機場外交部 領事局的辦事事會的情況是如何 那如果是超過兩個行李 都有耐心等待一下 兩個小時一到 新的護照出爐 連忙送到管制區外機場咖啡廳 給趕辦護照的民眾 這裡儼然成了領務局臨時辦公處 拜副總統吳敦義外孫辦護照風波之刺 大戰外交部服務又夠周到 我今天早上在Online Check-in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的護照 就是六個就是快要過期了 那我趕快來辦 以前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有這個權利 不知道有這個權利 但是到現在知道 那當然你要有這個機會 你就會去利用他們 因為已經開了一個先例 你以後外交部很難做事 就是說我說不會 不會有什麼人會 你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不過想要上網查 這樣的便明服務 一度找不到被外交部移除連結 事後再度出現已經變了樣 原本陶機辦事處是不受理 國人林貴申辦護照 就在吳敦義外孫護照一個小時 順利辦成之後 網頁也悄悄的修正了 改成急需在12小時內出國 已經開票的民眾開放受理 行之有年 就是很久以前就這樣做了 只是開放受理 可能宣導不足還是怎麼樣的情況 那也不錯 讓無呼總統的女兒的這樣的辦護照事件 讓我們國人得到外交部更額外的服務的話 也是好事一樁 各位朋友剛才看了一個以前在國大賽館的時候做我的同仁 其實這些人都很認真 因此我要問的其實是什麼 今天如果吳敦義做一件事情 讓事情稍微回歸正常 不是很好嗎 他應該做什麼事情 他如果道歉一下 所謂道歉 不必太嚴重道歉 只是說這個事情是不應該的 希望一切都按照規定 就好了 那外交部今天不會疲於奔命 我說實話 看最糟糕是台灣的馬屁王話更糟糕 林務局局長講什麼話 他說我們國人 這個因病因死亡 或者緊急事件的話 我們是有這種方式 而且不管他是不是皇清國氣 你是在罵吳敦義嗎 他有加一句話說餘心不忍 所以我建議說外交部在所有的機場港口 全部加設一個餘心不忍專櫃 但是我覺得除了那四個字 你剛講皇清國氣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叫馬屁王話 吳敦義已經不承認了 不承認自己錯誤 變成特選王話 結果你這個林務局局長 又加上一腳叫馬屁王話 但是你要叫林務局局長來定吳敦義嗎 所以在這個中間 我相信吳敦義的辦公室 已經做了一些危機處理 什麼危機處理 對外除了不能講說我們在招呼你們 然後你這個都是依照你們的規定 都是你們自己要的 對 所以之後吞下去了 人家請你吃大便 你還要感謝他 謝謝請我吃大便 那麼公康 其實這是一個不好吞的藥 不過我坦白講 這個事實真相還是要釐清一下 那我認為外交部總是要說明一下 到底副總統辦公室有沒有人打電話到外交部 就這麼簡單 哎唷 管你是副總統不副總統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吳敦義你到底認不認為副總統辦公室出面 或者打電話 適不適合嘛 對 所以媒體應該追問一個問題嘛 第一個問副總統辦公室也好 問外交部也好 到底有沒有人打電話嘛 好了有的話馬上問副總統辦公室 到底你認為打這電話適不適合嘛 這個問題目前都沒有人討論 我覺得是不對的 所以其實像今天這樣的忙的情況 我其實再問一句話 這個正不正常 如果是正常 那之前真的是做得太少 我們感謝吳敦義跟他女兒和他外孫 可是如果不正常 為什麼造成不正常 因為吳敦義有說謊的特權 我們就沒辦法接受啊 這段時間到這裡 稍微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林務局局長 這個陳局長 他講的其實有一點玄機啦 雖然有人說他拍馬屁 雖然他也用了國妻 黃妻 國舊 還有呢 在什麼情況之下 他們真的會做這一些 補辦護照的動作 通常啊 通常我們要急速箭去辦護照 有沒有 2200塊2天 當然什麼狀況下 另外呢 可以立刻火速的辦出來呢 很簡單 你們家的親人 在國外發生的重宅災難 傷亡啦 對不對 那就是這樣啊 發生的 他舉的是實意啊 他去講的是屬性啊 他去講的是屬性啊 跟民賢 跟民賢 那個外孫要出去試圖 不一樣啊 不一樣 那是度假啊 對嗎 度假沒有急迫性啊 但是人家那個事情 他們發生事情在國外 所以有急迫性趕快急著辦啊 他沒說不對啊 所以我們講了半天 其實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人不過於無過 而過於能改過 何況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你就先認就好了嘛 承認 然後呢 跟大家說一下 台灣人的心胸非常的開闊嘛 你說我難看 副總統的女兒子 外孫子 因為這樣一個那個 跟大家說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下部為例 就沒事了嘛 可是還要講這樣 講這樣的結果呢 還要凸顯自己沒有特權 我實在是不相信 外交部任務局這些人 如果不知道說他是五噸一 幹嘛全程這樣陪同啊 那如果你說 你說那個護照上面沒有 這個時候 吳敦毅為主副位名字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的女婿的護照 一打開資料 你會知道他是吳敦毅的 所以我說吳敦毅 欸 施誠庸我說吳敦毅 不是 糟糕在哪裡 過河猜橋 等於不是講說 外交部就是有拍馬屁的天性嗎 不是等於這個意思嗎 因為外交部不講 還好一講 很多邏輯都不通嘛 是 比方說他講說 這個他的父母都有這個護照 都沒問題可以出國 那可能只會剩下一個小孩 是留在台灣 他於是不忍 誰叫你父母出國 把小孩留在台灣啊 他媽媽在台灣啊 或者反過來講 你父母不要出國嘛 但是我不是要怪外交部 我是說 他們當然知道 吳敦毅在那裡 可是吳敦毅 他不說我的辦公室做錯了 對 你叫外交部如何 難道外交部來說 都是吳敦毅那個人 我們還是問一個 到底有沒有一通神秘的電話 來給外交部嘛 是啊 那外交部有接到之後 怎麼可能不去配合 副總統的需要 去處理所有的事情嗎 所以不能怪外交部嘛 他就好像說基隆 我為什麼剛剛舉那個例子 那個警察局裡面的警員 他們起先是叫公事公辦 後來張通龍說 你假設我找王卓軍啊 所以吳敦毅 開始是議員去 他們不理他 對啊 後來市長去他 而且又喝醉又拍桌子 對 我意思說外交部 絕對不是這樣子會拍馬屁的 這是我的看法 他就是知道他是吳敦毅的女兒 他的外孫的護照問題的時候 不用吳敦毅自己交代了 他八枚也快要衝出來 所以但是我還是覺得 外交部的那個時間 效率不夠 一小時二十六就夠 一小時二十六就夠 你們要害人好不好 他跟吳敦毅 不過最後一句話我要講 吳敦毅說 我們要虛心檢討什麼 我跟你講 我光看他講話那一段時間 噁心啊 吹吐 吹吐真的吹吐 吹吐